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环南市场第二次大规模的PCR筛检 又新增了一名确诊者 这名个案是外面的工作人员 另外市府做疫调时 更发现了一起家户感染 摊伤染疫之后是传给了同住家人 全家共9人确诊 疑似又传染给另一名男性友人 连前一天公布确诊的 士林区便当店老板和女友 也疑似是因为这家人 曾经来借厕所才被传染 而这起群聚案已经累计12人染疫 有发现一位是阳性的 但是他并不是里面的摊伤 是外面的一个工作人员 环南市场再度大规模PCR筛检 招出潜藏案例 北市先前开放七大医院 免费PCR预约 抓住16名阳性确诊个案 市府再针对先前环南确诊摊伤 做疫调 更发现其中一起是家户感染 环南市场摊伤 八个人再加一个外拥 总共九位都是确诊 环南市场摆摊 那可能感染到 那回到家就传染给全家人 这名环南市场确诊摊伤 把病毒带回家里 从媳妇到女儿 两名孙子 甚至一名外拥 一家九个人都染疫 不仅一次又传染给另一名男性友人 就连7号公布确诊的 士林区便当店老板和女友 也跟这家人有关系 发现说就是上次我们公布的 那个便当店的老板 和他的女朋友 其实跟这一家人 有一些他们的家人 是会出去他们 他们的便当店 好像是借厕所 可能有这样的关联性 目前这起群聚案件 累计12人确诊 市场摊伤 只希望能赶快找出 所有隐形传播链 客人才敢上门 早点恢复正常生活 借台北综合报道